國家希望工程的目的 就是希望 國家的主人 人人都有希望 也讓人人能夠帶給國家希望 這個世界的確是在改變當中 每一項改變 對每一個國家都帶來挑戰 都帶來衝擊 但是台灣應該要更有信心 更有企圖心的 將挑戰當作是台灣成長轉變的機會 世界的改變 正是台灣的機會 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 參與這一場的選舉 我希望未來 能夠集結社會各界的有志之士 掌握改變的契機 擴大台灣的優勢 讓台灣更往前一步 成為一個更進步更繁榮更文明的國家 國家希望工程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是希望 在因應整個國際情勢的發展 或者是面對國內 各項問題的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順勢將台灣打造為民主和平的台灣 創新繁榮的台灣 以及公益永續的台灣 我有方向 有執行力 也有堅定的意志 請給我機會 扛起下一個階段的執政責任 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邀請賴清德總統候選人為我們來發表 國家希望工程的總體理念 謝謝 台灣智庫 在場所有專家學者各領域的代表 在場所有美女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 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正式召開記者會 公佈國家希望工程 完整的 而且也有系統的 向國人報告 我的治國理念 以及國政藍圖 國家希望工程的目的 就是希望 國家的主人 人人都有希望 也讓人人能夠帶給國家希望 首先我要介紹 競選總部 國家政策藍圖的召集人 鄭麗君董事長 麗君 是野百合學運的領袖 也是逆風行腳的召集人 過去歷練清普會的主委 立法委員文化部部長 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得到 立軍對土地深厚的感情 國家的理想 以及對未來發展的使命 在建構國家希望工程的過程當中 立軍捷盡心力 不眠不休 感謝立軍的辛勞 今天有辦法如期提出我們的國家希望工程 我們再給立軍一個熱熱掌聲 同時我要感謝三大智庫 包括東森執行長 熱熱熱掌聲 率領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的學者專家 同時也要感謝鄭麗君董事長率領的清平台的學者專家 還有台灣智庫李耀志執行長率領的學者專家 總共200多位的專家學者 以及NGO企業界代表還有各領域的代表們 共同研議 在經過無數次的會議當中 有專業的研究報告 也有深入的討論 也有激烈的辯論 是在一次又一次辯論所激烈出來的火花當中 淬煉凝聚出各議題的結論 我對每一個參與者希望能夠貢獻所長 為未來的國家奉獻心力的那一份用心深受感動 我在這裡向每一位參與者 不管是智庫的董監事專家學者 或者是我讀書會的企業夥伴們 以及每一位好朋友 你們的用心協力 表示最由衷的感謝 我相信 在推進台灣往前進步的過程當中 必然有你們的心力在裡面 謝謝你們 感謝你們 當然 這份國家希望工程 也匯聚了我過去 習衣行衣的所學所能 還有96年被當危機 我棄衣從政的理想報復 也有近30年來 我從政的歷程當中 民意機關跟行政機關的經驗 還有中央跟地方的歷練 不管哪一個職務 我的所見所聞 還有對國家未來的深刻反省 通通也凌聚在這一份的國家希望過程當中 我先來說 我的習醫跟行醫的經歷 醫學教育教我 醫療專業 實證科學的邏輯訓練 還有人權的概念 另外我在臨床的工作當中 面對每一個病人 面對每一個疾病 也訓練出我必須要誠實面對 每一個疾病 它的變化 同時我必須要務實地 擬出治療的對策 也必須要踏實地去執行治療的政策 才有辦法解決病人的問題 不管是醫學院的所學 或是醫院的所能 也都反映在後續我的從政過程當中 我曾經有幸 得到台南市市民的疼惜跟支持 擔任國大代表 我了解台灣的憲政體制 也參與的修憲 擬定了憲法徵修條文 讓這部憲法得以在台澎金馬 順利的付諸實現 也讓台灣的民主得以持續不斷的進步 我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深入基層 傾聽民意 也了解民目 也把他們的意見 反映在國家的政策上面 不管是透過質詢 修法或立法 我沒有忘記 我過去醫學上的訓練 或者是我出身頻繁的家庭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在立法院十幾年的歲月當中 除了站在台灣本土的立場 捍衛國家的主權 增進民主自由跟人權以外 其實我提出來的法律 多數跟庶民的生活相關 包括我推動健保特色 讓健保可以照顧到弱勢的民眾 我也提出癌症防治法 希望保護我們國人的身體健康 另外我也推動勞工退休金條例 讓弱勢的勞工 退休之後 生活有得到國家的照料 另外我也推動環境基本法 納入了非核家園 這一些通通都是我過去的作為 也因此讓我更加的知道 立法跟行政之間是如何互動 國家是如何運作 當然我在擔任台南市長 又是另外一番不同的體驗 擔任民意代表是為民喉舌 擔任行政首長是要捲起袖子 跟民眾同甘共苦 要站在第一線 以市民人民的生活為最主要的考量 在過去台南市市長七年的訓練當中 我除了跟民眾站在一起 解決台南市各種發展的問題之外 也提出了各項建設 讓我深刻理解到一個地方首長是不容易 也從不容易的訓練當中 讓我更具備了未來要照顧每一個縣市均衡發展的經驗 那我擔任行政院院長 我當然對於國政有更完整的掌握 特別是經濟的發展 我解決有系統有計畫的提出對策 來解決五缺的問題 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 讓台灣的企業可以奉還潮 可以讓台灣的經濟動能能夠持續不斷 在我擔任副總統的時候 相戰總統推動國政 在外交兩岸國防有第一線的經驗 也從而學習到更多未來帶領國家 所必須要具備的 身為一個總統應該有的專業跟經驗 這些都是非常難得的 也反映在整個國政南土之中 另外我特別要跟國人報告的 這個世界的確是在改變當中 因為百年的疫情的衝擊而改變 也因為惡物戰爭 因為區域霸權的崛起 地緣政治在改變 那麼也因為全球的供應鏈在重組而改變 當然更重要的也是因為科技的進步而改變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 氣候變遷的條件而在改變 每一項改變對每一個國家都帶來挑戰 都帶來衝擊 但是台灣應該要更有信心 更有企圖心的 將挑戰當作是台灣成長轉變的機會 世界的改變正是台灣的機會 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參與這一場的選舉 我希望未來能夠集結社會各界的有知之士 掌握改變的契機 擴大台灣的優勢 讓台灣更往前一步 成為一個更進步更繁榮更文明的國家 當然經過大家的努力 我們為台灣的下一個世代的發展 提出了國家希望工程 國家希望工程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是希望 在因應整個國際情勢的發展 或者是面對國內各項問題的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順勢將台灣打造為民主和平的台灣 創新繁榮的台灣 以及公益永續的台灣 我們先說民主和平的台灣 過去民主運動的前輩 還有許許多多的台灣人民 為民主打拼 我們才有辦法走過專制獨裁的黑暗歲月 來到今天民主自由的世界 享受自由的果實 但現在面對區域霸權的崛起 地緣政治的變化 我們另外一個新的使命 就是要為和平而奮鬥 我們也都知道和平無價 戰爭沒有贏家 對於下一個世代的承諾 我們就是要團結一致 竭盡所能 捍衛台灣的安全 也維護台海的穩定 以及印太的和平 我們認為印太和平 台海穩定 整個世界就會和平 另外 我們應該要用 以中華民國台灣來團結台灣社會 台灣要面對區域霸權的挑戰 前提是台灣必須要先團結 所以未來我會持續 以蔡英文總統的政策 用中華民國台灣來團結台灣社會 並且秉持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的四大堅持 守護自由民主憲政體制 維持和平穩定的台海現狀 這四大堅持包括了堅定的 永遠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主權不容輕犯並吞 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必須由兩千三百五十萬人來決定 另外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也提出了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這包括我們必須要提升我們自己國防的力量 展現我們守護國家安全的決心 那第二個我們也必須要強化我們經濟安全策略 第三個是我們必須要擴大跟民主陣營肩並肩站在一起 共同合作發揮規則的力量 第四個是兩岸也必須要有原則經驗的領導 在對等尊嚴之下台灣願意把門打開 來進行兩岸的交流合作 以增進兩岸人民的福祉 也促進台海和平穩定的發展 不管是最近美日韓領袖會議 或者是北約領袖高峰會議 或者是七大工業國領袖會議 都不約而同提到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世界繁榮安全發展的不可或絕的元素 所以我們深信大家共同協力團結一致 台海和平穩定 世界自然可以得到和平 和平不可能靠口號 和平也不可能讓主權就有辦法得到 我們看國際社會目前所採行的策略 和平必須要靠實力 也就是備戰才有辦法避戰 避戰才有辦法和平發展 在面對極權的威脅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可以有任何僥倖的心情 或者是天真的想法 我們必須要強化自己的力量 有實力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 有主權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 我相信社會大眾應該都深知這一點的重要性 另外呢 我們也必須要用民主來團結台灣社會 我相信經過幾十年來的發展 民主是台灣社會另外一項公司 所以未來的政府必須要用更開放的民主治理 讓國家的主人可以了解國政 了解政策 同時建立一個開放政府 讓國家的主人可以參與其中 推動國家社會的進步 另外我也深信 二十二個縣市往前一起走 遠比哪一個城市往前走要來的重要 有道是一個人走得快 但一群人走得遠 這個也是剛剛立軍所講到的 一個人走一百步 不如大家團結往前走一百步要來的重要 所以未來要推動台灣的均衡發展 我也會建立機制 去深化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然後用中央的力量來協助地方 解決各種基層建設的問題 同時呢也去支持在地的產業 推動地方創生 推動社會企業 讓處處都可以安居 讓人人都有機會回到故鄉來樂業 這個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第二個願景是 創新繁榮的台灣 創新驅動成長的經濟願景 就是下一個階段 我們推動經濟發展的策略 換句話說 我們必須要大膽的 投資下一代的創新 包括人工智慧 物聯網 AR VR 物聯網 區塊鏈等 新興科技之外 包括量子電腦 也包括低軌道衛星 太空科技 通通都是我們應該要琢磨的 原因是因為這一些新興科技 都是決定未來社會最關鍵的科技 如果台灣不在這個當下 有前瞻性的投資的話 我們勢必會跟不上國際的橋步 我們也沒有辦法持續跟國際競爭 也唯有優先投資下一代的科技創新 才有辦法確保台灣未來的經濟安全 另外也一起 也就是一併 將台灣打造為人工智慧化的時代 也就是先促進AI產業化 然後再用人工智慧 協助解決台灣的中小企業 甚至微型企業 讓產業能夠人工智慧化 這樣整個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 不讓中小企業在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 出現困難 產生落後 另外一個就是 也就是說我們從過去的生產要素驅動 轉型為創新驅動的成長模式 那這個經濟成長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兼容並續的 包括包容性的成長 也就是我剛剛提到了 中小企業 微型企業跟不上 政府必須給予協助 個人跟不上 我們必須要建構一個社會安全網體系 來協助這個弱勢的民眾 也可以在整個社會的進步的過程當中 不被淘汰 或者是生活上出現困難 也就是說以有餘補不足 另外一點是 我們必須要了解到 固然2050淨零轉型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衝擊 是一個挑戰 但是我們必須要掌握 這一個變數 這一個變化 讓台灣的經濟能夠轉型 產業也能夠升級 進行一個綠色的成長 換句話說 未來我們對年輕的世代 要給予創新的機會 就是要持續的優化 新創事業的投資環境 這包括透過人才 資金 法規 市場 等面向 協助建構完善且國際化的 創新雨林 讓年輕人可以透過 創意創新創業 來追逐自己的夢想 也透過年輕人的力量 推動國家進步 我們不僅僅需要獨角獸 我們更需要創新的螞蟻雄兵 當有許許多多新創的成功的時候 也就是台灣經濟升級 產業轉型成功的時候 第三個 也就是人人有發展的機會 這個社會才有可能有發展 國家才有可能發展 我必須要強調 有主權才有民主 國家才有可能成為 人民才有可能成為國家的主人 有民主才有自由 有自由才有可能孕育創意 創意才有可能帶來創新 創業與繁榮 這是環環相扣 第三個是公益永續 整體目標是希望年輕人可以看見希望 壯年人可以實現夢想 老年人可以得到幸福 弱勢者可以得到照顧 我們的具體做法是 包括社會公益 建立一個投資型的國家 0到22歲 未來政府會擴大支持 擴大投資 同時呢 我們也會提出政策 來減輕家庭的負擔 並且對於工作者提出多元的保障 當然對於民眾的健康的議題 政府尤其要關心 擴大對醫療衛生體系的公共投資 對青年的多元支持 同時也要落實族群子流化 還有性別貧權等等相關的價值 簡單的說 我們未來會擴大政府社會投資 蔡英文總統是0到6歲國家一起養 我會推出0到6歲國家 這個弱勢的民眾 也可以在整個社會的進步的過程當中 不被淘汰 或者是生活上出現困難 也就是說 以有餘補不足 另外一點是 我們必須要了解到 固然2050淨零轉型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衝擊 是一個挑戰 但是我們必須要掌握 這一個變數 這一個變化 讓台灣的經濟能夠轉型 產業也能夠升級 進行一個綠色的成長 換句話說 未來我們對年輕的世代 要給予創新的機會 就是要持續的優化 新創事業的投資環境 這包括透過人才 資金 法規 市場 等面向 協助建構完善且國際化的 創新雨林 讓年輕人可以透過 創意 創新 創業 來追逐自己的夢想 也透過年輕人的力量 推動國家進步 我們不僅僅需要獨角獸 我們更需要創新的螞蟻熊兵 當有許許多多新創的成功的時候 也就是台灣經濟升級 產業轉型成功的時候 第三個 也就是人人有發展的機會 這個社會才有可能有發展 國家才有可能發展 我必須要強調 有主權 這個是公益永續 整體目標是希望年輕人 可以看見希望 壯年人可以實現夢想 老年人可以得到幸福 弱勢者可以得到照顧 我們的具體做法是 包括社會公益 建立一個投資型的國家 0到22歲 未來政府會擴大支持 擴大投資 同時呢 我們也會提出政策 來減輕家庭的負擔 並且對於工作者提出多元的保障 當然對於民眾的健康的議題 政府尤其要關心 擴大對醫療衛生體系的公共投資 對青年的多元支持 同時也要落實 族群子流化 還有性別 貧權 等等相關的價值 簡單的說 我們未來會 擴大政府 社會投資 蔡英文總統是 0到6歲國家一起養 我會推出 0到6歲國家一起養2.0 那我已經提出 居住的三大對策 未來我還會持續提出 長照3.0 擴大政府對社會的投資 另外呢 未來的社會也應該要邁向 多元貧權的社會 這包括勞動貧權 性別貧權 族群貧權 還有健康貧權等等 另外目前社會 最關注的一個社會議題 就是治安的問題 我們也必須要 以建立安定公益的社會為目標 堅定的打擊 黑金槍毒炸 讓國家的主人 讓一般的民眾 都能夠在安定和諧的社會 安居樂業 這個是在公益永續的社會裡面 我們對台灣民眾的承諾 另外環境永續 也是國際社會目前追求的價值 蔡英文總統在2021年的4月22號 世界第9日 已經公開宣布 2050年是台灣淨零轉型的目標 另外蘇貞昌院長也在2022年的3月份 特別提出了國家 邁向2050淨零轉型的路徑圖 其中特別提出來 能源轉型要更安全 企業轉型更有競爭力 社會轉型更有韌性 生活轉型會更加的永續 也預計在2030年之前提出9000億新台幣的投資 來帶動民間的投資 一起達到2050淨零轉型的目標 立法院也已經刪讀通過了法案 行政院也已經公布了 包括碳盤查以及碳交易等等的 種種的機制 未來我們會持續落實每一個環節 讓淨零轉型這個目標 不是成為台灣進步的主力 而是台灣發展的動力 也是台灣跟國際連結非常重要的一個橋樑 也讓台灣能夠更加的文明 這個是我們的努力 另外最終也就是要打造公益的社會 實現永續的未來 在場各位嘉賓 全國的父老鄉親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報告的 國家希望工程的總論 目的就是希望 人人能夠在這個國家 在這個土地當生活 能夠人人有希望 國家自然就會有希望 今天報告的是總論 後續我仍然會透過各個記者會 逐一的提出我的政策藍圖 敬請國人批評指教 更希望國人能夠給予我支持 當然我非常期待 能夠跟國人一起努力 共同推動我們國家進步 不管是在任何的國際情勢之下 在任何的驚濤駭浪之中 只要我們團結 我們以國家希望工程 作為藍圖 我相信我們一定 可以在驚濤駭浪之中 乘風破浪 穩健的 來達到我們的目標 謝謝大家 謝謝